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朴时刻,我是主持人项羽 今天,费城学区的另外45所学校将向学前班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开放 在几个月前,选择了混合模式的家庭可以优先让孩子回归线下课程 费城市政府表示,希望在3月22日前宣布所有学前班至二年级学生的返校日期 同时,教育局会为这些学校的重新开放采取了以下必要的安全措施 安东尼·福西博士周日表示,他希望前总统特朗普能够利用他在共和党中的受欢迎程度 说服更多的追随者获得新冠病毒疫苗 至今为止,美国每天分发和接种的疫苗数量都在增加 在上周平均每天有250万以上的疫苗注射 福西认为,如果前总统能够在共和党人中利用他的影响力 他将成为该国疫苗工作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本周气温整体有所下降 今天天气晴,最高气温41华氏度 最低气温29华氏度 昼夜温差较大,请大家注意保暖 周二天气多云,气温为41-36华氏度 周三依旧多云,气温为53-41华氏度 可能会有少量雨雪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天朴时刻 我是主持人项羽 更多内容请到残谋update.com 或者Facebook,Instagram,YouTube或Twit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